一年一度的出版界盛会金鼎奖即将在9月中旬要举行颁奖典礼 还是新闻也独家访问到了 去年金鼎奖特别贡献奖得主 九哥出版社总编辑陈素芳 在出版业单了37年 见证了文学领域的世代流变 陈素芳更观察到近期作者 在选才用词上跟以前很不一样 像是学者散文 怀向文学这一类的题材 已经不像以往那样常见 所以也建议作家们要忠于自我 同中求异 才能找出自己的作品性方向 九哥出版社总编辑陈素芳 在出版业待了37年 去年获得金鼎奖特别贡献奖 从会整作家梁石秋的作品 到发掘新生代创作者 活跃于台湾文学舞台上 也见证文学出版社 这30多年来的世代流变 我觉得创作者跟出版社之间 应该是一个伙伴关系 任何的文学都是要跟着时代走 题材的变化 其实就是时代的变化 第一线把关台湾文学创作 他发现近期作者在选材用词上 跟以前很不一样 像是学者散文 怀向文学这一类的题材 已经不像以往那样常见 现在这几年来 性别的议题 以前没那么明显 遮遮掩掩 对不对 现在就公公然然的写出来 这几年新生代作家迅速崛起 但有些文学大师仍旧屹立不摇 陈素芳分析这跟创作者的心境有关 你怎么知道说 我写这个读者会喜欢 我觉得作者先忠于他自己 这是最重要 陈素芳表示 创作者真诚的呈现作品最重要 然而在去年的文学盛会金鼎奖上 许多作品因为贴近时代议题获得殊荣 陈素芳也建议作家们 忠于自我同中求益 才能找出自己的作品新方向